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雷 阿雷好久呢 没有给大家分享这个免费节点和免费VPN了 然后呢 今天呢 阿雷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可以让大家长期免费用的一个 SSR的一个节点 同时呢 它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订阅地址 那现在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节点 因为我呢 我最近呢 用这个SSTAP 然后用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款软件 这款软件呢 我为什么喜欢用它 是因为最近这个软件呢 它可以直接看出来这个它后方的这些延迟 比如说现在阿雷用的这个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免费的节点 它现在的延迟能够达到47毫秒 我觉得好多付费的VPN 这个包括付费的节点 有时候能够速度这么快的话 也是很少的 好 我们点击这个小线头 然后我们看一下12345 这个五个节点呢 就是今天阿雷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免费的这个飞机场和节点 它给大家提供了五个节点 这个五个节点呢 是可以供大家长期是免费使用的 但是呢 它不会保证这个速度有多快 但是呢 我发现它当中呢 这中间这三个 日本的新加坡和美国的这三个节点 确实是延迟有一点不正常 包括这个香港和台湾的啊 然后就速度非常快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63毫秒 一个是70毫秒 好 呃 现在呢 我们就连接这个香港的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一下 直接点击连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返回 然后我们打开YouTube来看一下 啊 现在呢 我们就直接打开YouTube的主页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是挺快的啊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十下最流行的这些视频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啊 速度很不错啊 好 那现在我们就随便来选择一个视频来看一下吧 呃 这是一个什么手机 LLG的G8也是新的手机吗 好像是19小时呃 之前发布的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吧 好 我们暂停一下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分辨率 它现在呢 是一个720的一个分辨率啊 呃 感觉速度还行 它毕竟是一个免费的这个节点啊 然后大家不能对它要求太高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了它的这个网站啊 这个网站呢 也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二维码的形式 进入这个网站之后 大家可以看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会跳到这六个节点当中 这六个节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限速以及账号限制 五十这几尺啊 然后呢 它五十这几尺之后呢 就会重新的再给大家 呃 这个 呃 贴出来新的这个节点啊 然后它的这个 呃 六个节点呢 都是实时更新的 呃 比如说我们想要添加哪个节点 我们点击一下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啊 呃 这个二维码添加的形式呢 用我们的这个小飞机啊 现在呢 我们就打开我的这个小飞机了啊 打开我的小飞机之后 右击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扫描 啊 点击一下二维码扫描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呢 就已经扫描进去了啊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呃 IP地址 然后端口 包括它这个账号信息 啊 现在呢 就扫描进我的这个 小飞机里边了 然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确定呢 就可以开始一个 呃 正常的科学上网了 然后它这些节点呢 呃 我们往下翻啊 啊 它这些节点呢 有时候可能会遇到 有时候能用 有时候不能用 呃 像这种 可能就是它的这个限制集码了 比如说它要求连接 呃 一百人呃 就满 那可能就是说 它现在已经达到一百人了 然后如果呢 你想呃 有一个免费的自己的节点 同时呢 也不想每次上网就要扫描它的这个二维码 这样的话 它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注册地址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注册地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进入之后呢 啊 这是它跳出来这个价格啊 但是呢 我不建议大家去购买 他们的这个价格 因为我不清楚这个机场是不是后期会出现跑路的情况 啊 所以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用免费的就行 啊 现在进入它的这个网站之后呢 我们就点这个账号的这个地方啊 点击我们进入之后 看一下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节点的信息呢 就已经出来了 而我们点哪一个节点呢 就会出来哪一个节点的二维码 包括这边的这些信息 每天这个节点都会更新一次 那这样的话 我们如何去呃 很轻松的去使用呢 它这边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订阅地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订阅地址啊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订阅地址 然后它就会跳出来一个 呃 这个是小火箭 呃 这个也是一个苹果手机上的一个专门翻墙的东西啊 然后这个是SSR 我们一般用SSR用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SSR 然后点击复制连接 好 现在就已经复制好了 复制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添加到我们的这个 呃 小飞机或者是SSTab 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演示一下如何 呃 导入到我们的这个SSTab 这个软件当中 现在打开我的这个SSTab 啊 然后我们先断开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它的这个 这个地方有一个设置的按钮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设置的按钮 然后再点击这个SSR订阅 点击一下进入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就会让你有一个填写它的订阅地址的地方 我们直接把它粘贴进去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这边它有一个频率 这个频率就是它呃 自动呃 更新的这个频率 然后我们默认一天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呃 添加啊 因为我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之前添加过的 然后呢 你添加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关掉这个 它就会正在更新SSR订阅 啊 这个软件呢 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好 它直接添加连接 不需要你手动的去呃 更新啊 上方的这个就是它提供的这些节点 下方呢 是我购买的一个付费的啊 大家可以看现在有香港 呃 它现在是46 呃 新加坡187 呃 还行啊 都不错啊 它延迟速度还是都不错的 呃 然后我们随便的来选择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就选择这个台湾 然后选择 选择完之后呢 选择台湾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连接了 我进入我的youtube主页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速度还行 最后呢 说一下 它的这个账号的注册啊 它这边的这个账号注册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直接用临时邮箱的 呃 比如说现在呢 我就先把我自己注册的这个号给退一下 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 呃 我们退出 好 退出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呢 就会让你去注册 我们呃 点击这个注册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找到临时邮箱就可以了 阿雷给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临时邮箱 同时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视频下方 然后我们直接拷贝这个临时邮箱的地址 然后找到这个里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把它呃 粘贴进去 然后点击发送邀请码 好 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 啊 现在呢 就打开你的这个临时邮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已经来了啊 然后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邮箱 然后它呢 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我们复制这个二维码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放到我们注册的这个地址当中 验证码码 然后下方呢 自己设置一个密码 然后只要你记得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点击注册 好 然后它现在呢 就提示用户注册成功了 然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它的这个 呃 网站的后台 然后呢 我们想要获取它的订阅地址 就选择这个账号 啊 点击这个进入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一二三四五这五个节点了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后方的这些节点的一些IP地址和端口等等啊 呃 同时如果呢 你想订阅的话 这边有一个订阅地址 一定要点击这个订阅地址啊 然后点击这个订阅地址 选择你用的那个软件 呃 同时如果呢 你想订阅的话 这边有一个订阅地址 一定要点击这个订阅地址啊 然后点击这个订阅地址 选择你用的那个软件 呃 同时如果呢 你想� 呃 用的什么 就选择哪个就好了 在使用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大家也可以进入我的电报群来进行一个学习和交流 啊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